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。 我无语宁耶,这两年如果不是后妈一直补贴家用,我爸早就把家底输得精光了。 别说,值钱的东西,这屋里全是我爸用高价买回来的赌石,有的被切了一半,有的没切。 毫无疑问,全是破石头。 说实话,我觉得我爸以前对后妈确实挺好的,在她还没接触赌石的时候。 现在好了,我又没妈了。 后妈走的那天,我蹲在门口叹气,她什么东西都没带走,只背着她的小皮包,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那种贵夫人的气质,由内而外散发出来。 我垂头丧气地和她打招呼,白白,妈,后妈利落地把墨镜摘下,说道,白什么白,你不跟我走,我愣住了。 问她,我也要跟你走,后妈踢了我一脚,顺手把垃圾也踢出去了。 她说,她奶奶的,这屋里就你最值钱,我不带你带谁。 东西不要了,赶紧走,别废话。 我心花怒放,连忙挽着她的手高高兴兴地走了。 赚大了。 亲爹和后妈离婚,后妈把我带走了。 后妈把我带到水岸江南,全城最大的别墅群。 我拉拉她的衣角说,妈呀,咱买不起这里的房子,你别看了。 后妈哼了一声说,这是我家,这栋别墅是我后妈的家。 很快,我就知道了,不止这栋别墅,整片别墅群,都是她家。 刚走到门口,一个穿着制服的老头发现了我们,立即大喊道,小姐回来了。 一群保镖齐齐跑过来,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齐声说,欢迎小姐回家,欢迎小小姐回家。 小小姐是什么鬼?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从远处走来,上下打量我。 我被吓了一大跳,越看这人越眼熟。 终于我想起来了,这不是经常出现在财经频道的全城首富,正业男企业家吗? 老头子看着我冷哼一声道,过来,后妈使劲推了我一把说,叫你呢? 我胆战心惊地走到她面前,实在想不出叫什么,半嗓憋出句,爷爷,没想到老头子突然哈哈大笑道, 哈哈哈哈,你这女儿有眼力,我就喜欢这样的。 乖孙儿,多叫几声,爷爷给你买大飞机,这下我听懂了,正业男是我后妈的爹。 我靠,我变成全城首富的孙女了。 我两眼发光,使出全身力气大喊,爷爷,爷爷。 那姿势就和葫芦娃喊爷爷没区别。 老头子乐得何不拢嘴,搂着我的肩膀往屋里走。 他说,哦哦哦,好好,爷爷给你买大飞机,我以为老头子逗我玩的。 没想到第二天,我真的在草坪上看见一架巨大的飞机,粉红的飞机。 我目光呆滞,看着飞机上走下来一个人。 年轻高大的男生,生得一双桃花眼,含情钩子似的看向我说,你就是默默,我点点头。 男生的嘴角,让开一丝笑意,伸出手摸摸我的头,说道,你好啊,我素未相识的妹妹,我万万没想到后妈竟然还有一个儿子,而且比我大。 清俊帅气的男生叫谢倦义。 后妈姓郑,他姓谢。 那就是说后妈和我爸也是二婚。 他和他前夫也有一个孩子。 我瞬间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。 就连谢倦义一脸关切地问我怎么了,我也说不出话来。 我真的很喜欢后妈。 后妈很漂亮。 我爸刚把他领回家的时候,我一度认为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 他才四十多岁,那时候我爸还有钱,后妈的梳妆台上经常摆放着名贵的护肤品,化妆品。 后妈的脸嫩得如浇花似的,说他二十岁也有人信。 我亲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,这会儿来了个大美女,愿意和我们组成一家人。 我巴不得我爸快点把他娶回家。 他俩领证的时候,后妈也亲口告诉我。 以后会把我当亲生女儿,也只会有我一个孩子。 可现在后妈凭空多出来一个比我还大的儿子,我的心咯噔一下,就凉了。 后妈从楼上走下来,见我脸色不好,问道,怎么了谢眷义,你欺负妹妹了,然后连忙把我拉到她身边去。 谢眷义一脸无辜地说,没有啊,爷爷说把飞机给妹妹看看,我这不开过来了。 后妈说,哦,看飞机。 来宝贝,咱们体验一下你的新飞机,后妈兴冲冲地拉着我去坐飞机。 坐上了大飞机,我还是有点不高兴。 后妈摸了摸我的额头,担心地问,怎么了闺女,不喜欢吗? 怎么不高兴? 我哼哼唧唧地说,没有,你骗我。 后妈有点意外地问,我骗你什么了? 我说,你不是说只会有我一个女儿吗? 后妈愣了一下,然后大吼一声,谢眷义。 你跟你妹妹胡说八道了什么,谢眷义更是无奈,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眨巴着。 她说,没有,咦,我什么都没说,我惊呼一声。 咦,后妈说,对呀,她是我姐的孩子,你应该叫她表哥才对。 不过叫哥哥也行,搞了半天,谢眷义不是后妈的儿子,是她姐姐的儿子。 我说,我还以为她是你儿子呢? 后妈轻拍了一下,我的脑袋说,养你一个猪就够我费心了。 这下我高兴了,舒舒服服地躺在座椅上享受我的大飞机。 以前常听别人说,人一旦有钱了,就会得意忘形。 我不仅得意忘形,我还傲逆得志。 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我后妈有钱,我爷爷有钱,四舍五入我也有钱。 爷爷送了张卡给我,她没说里面有多少钱,只说是我的零花钱。 后妈要去和她的小姐妹喝下午茶了,她看了一眼匆匆地说, 你也给你,就收着,没钱了,再跟我要。 对了,车库有很多车,你不想让司机送你出去,你就随便挑一辆开,后妈说完就走了。 而我拔腿就往车库跑。 各种型号的车看得我眼花缭乱。 跑车,SUV,赛车,虽然我对车一窍不通,但我还是能看出这些车的共同特点,一个字,贵。 所以,我随意挑了一辆特别小巧Q版的车,因为它的外观看起来就像一个灰色的蛋壳,看起来就很可爱。 就你了。 一路上我的车收到很多目光,道路两旁的车都在暗戳戳地给我让道,以至于我得意忘形,一头撞上了SKT地盘上的一辆车。 我呲牙咧嘴地从车里走下来,被撞的车主推开车门就开始骂,哪个不长眼睛地撞我,我这车你赔得起吗? 待他看清楚我的车后,眼珠子都差点掉出来,喊了句,剁,剁椒鱼头。 我的车原来叫剁椒鱼头吗?好奇怪的名字。 我抱歉地说,不好意思,撞到您的车了,走保险还是私了,都可以,多少钱我都赔您。 他说,赔。 你赔得起吗? 知道我开的是什么车吗? 你开个剁椒鱼头来逛SKT。 简直,他想了半天都想不出一个形容词,这样的脸都红了。 我好心提醒他道,愚蠢。 他说,对。 愚蠢至极。 我又说,糊涂。 他说,糊涂至极。 我说,笨蛋。 他说,笨蛋至,喂,这高高大大的男生气急败坏地跳脚道,你干嘛绕我? 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是有钱的笨蛋帅哥。 我想了想,一脸诚恳地说,我先打个电话,笨蛋帅哥瞬间警惕,防备地看着我说,干嘛,要喊人呢? 我告诉你,喊人没有用啊。 我知道,没有用。 但是我有超能力。 我先给后妈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,我出车祸了。 她那面传来的声音很模糊,听起来有隐隐约约的哗啦哗啦声。 她们贵夫人喝下午茶,还有娱乐活动。 听到我出了车祸,她的声音瞬间大了一百倍,问道,车祸。 你在哪儿? 你受伤没? 言不言重。 我连忙说,我没事,车有事。 后妈说,你把车撞坏了。 我不好意思地说,我把别人的车撞坏了。 车头前面的小玩具都撞坏了,你等等,我拍个视频给你看,我对着笨蛋帅哥的车就是一顿咔咔拍。 后妈看完后,给我发了俩字,牛逼。 你在那么多车里撞了一辆最贵的跑车。 什么小玩具? 那是人家劳斯莱斯的小金人,劳斯莱斯。 这么骚包这么丑的车是劳斯莱斯? 我腿一软,回他道,你把我卖了换钱,我能赔得起吗? 后妈不知道在干什么,好一阵没回我。 那帅哥像幽魂一样,一直盯着我。 我实在忍不了了,主动向他要了张明天。 张智慧,听起来像是个好聪明的名字,就是人不太聪明。 张智慧一屁股原地坐下,仰头对我说,你把家人叫过来,一起商量怎么陪也行。 反正我要个说法,我只好尴尬一笑说,陪陪陪,肯定陪。 在我想要用屁股坐穿整个地球时,后妈终于回我了,我让你哥来了。 然后那个男人就如同天神一般,从远处降临,黑白的机车划过一道利落光亮的尾翼。 他戴着的头盔帅气一摘,没摘下来。 即使没看见他的脸,我也知道谢倦义肯定尴尬到爆炸。 反正我已经替他脚趾抠地了。 下一秒他就摘了头盔,若无其事地说,来晚了,不好意思,我说,没,我还没说完,坐在一旁的张智慧搜得一下窜起来,抢着说。 没事儿没事儿,一点都不迟。 哥你别站那儿,多晒啊。 你来我这儿站,这儿凉快,这人的变脸速度之快,我叹为观止。 我忍不住对他道,喂,你刚刚可不是这样对我的,他又变脸了。 说道,那又怎样? 你看看你哥,一表人才,一看就是讲究人。 你看看你哥穿的,比你穿的贵多了,你再看看你哥的车,哥我能摸摸你的车吗? 我就摸一下,他还伸出手笔了个小小的衣。 谢倦义大手一挥说,摸吧,张智慧两眼放光,当即扑了上去。 哇,这圆滑的整流盖,太和金阀门。 啊,他沉醉地深吸一口气,感叹道,自由的味道,SKT地盘上,哥芝的门口,两个人开始热烈地讨论起,穿起R6号还是亚马哈暴龙号。 我实在不想打断他们两个,但是我的余光里似乎隐隐约约看到了红蓝交闪的灯光。 我说,喂,喂,张智慧回头瞪我一眼说,干嘛? 我说,我也不想打断你们,但是我好像看到了警车,张智慧无所谓。 他说,来就来呗,正好还可以处理我们的车。 我说,你说的有道理,但是我想说的是,我没成年,张智慧,谢倦义,两人当场实话。 回家的路上,谢倦义一边开车一边骂我,我的脸被风撕扯,扯着嗓子跟他对吼,我成年了,身份证上还差一个月成年而已。 他怒气冲冲地说,没成年你开什么车,你找死啊,可是人家明明成年了吗? 其实,我身份证这件事,还是要怪我爸。 当年他为了躲查户口的,硬是让我当了一年黑户。 我四年级的时候,连跳两级,我爸还大肆宣扬,我是神童,其实我只比同班同学小一岁。 他还借这事儿办了个神童宴,收了亲戚朋友几万块钱。 那几万块,我一分都没捞着,也不知道他拿去干什么了。 回到家,我就被后妈和谢倦义轮番轰炸。 后妈骂我道,要不是我在搓麻将,我就直接来找你了。 你爸还让你去学车,没成年,学个屁啊,我大惊失色。 问道,下午你在搓麻将,谢倦义补充道,对啊,小姨不仅爱搓麻将,还爱喝酒打牌蹦迪。 我不听,我不听。 我一直以为后妈走的是温柔体贴的人戚风,没想到竟然是狂野女孩风。 我问她,那为什么以前没看见你打麻将? 后妈小声说,其实我是趁你上学的时候打的,我的心碎了一地。 仙女滤镜破了。 后妈揪着我耳朵说,以后出门让司机送你,或者让哥哥送你。 听到没,我沮丧地说,知道了,正难受时,一声中气十足的呼喊瞬间传遍客厅,乖孙儿。 老头子拄着拐杖走过来,越走越快,走到我面前时,手里的拐杖已经被她丢出去了。 我目瞪口呆。 不是,黄黎木相遇的拐杖,就这么丢出去了。 她上下巡视我,满脸心疼地说,哎呦,我的乖孙儿,哎,有没有受伤啊? 我艰难开口道,爷爷,我没事,我把别人车撞坏了。 劳斯莱斯,老头子像一只护仔的母鸡一样激动,他说,赔,赔得起,几百万而已,又不是赔不起哦。 后妈皱着没反驳道,爸,您别把孩子惯坏了,他还没成年呢,就学别人开车。 老头子说,哎呦,这可不行,坏孙儿,你咋还没成年呢? 不是,您刚才还叫我乖孙儿,现在就叫我坏孙儿了。 我小声反驳道,只是身份证还差一个月了,老头子说,那也不行,成年之前不能学别人开车,多危险呢,在老头子的威压之下,我只好重重地点点头,然后问出了我从刚才就一直很疑惑的问题,爷爷,你不是腿脚不好吗? 怎么现在,不足拐杖了,老头子嘿嘿了两声说,我装的,腿没事,我,我呆住了,这形式作风,果然和后妈是一家人。 第二天,我还没睡醒,谢眷义就把我拉到商场门口了。 我睡眼惺忪地说,哥,你干嘛? 谢眷义搂着我的肩膀走进一家店,他说,你都回来半个月了,哥哥还没送你点心? 像样的东西。 这个好看,试试,他手里这款衣服,即使我不关注奢侈品,也知道这个牌子不是一般的贵。 从试衣间里出来,我怕导购听见,附在他耳边小声地说,哥,算了吧,这个好贵呀,谢眷义也小声地回我道,没事,哥有的是钱,我瞬间像是打满了鸡血一样,开启疯狂购物模式。 我说,有你这句话,我就放心了,谢眷义一脸疑惑。 一个小时的时间,我差不多把店里所有的衣服都是过了。 对着镜子,我越看越好看,越看越喜欢。 果然有钱人穿的衣服都那么精致。 谢眷义没有丝毫不耐烦,还帮我搭配对应的饰品。 以前我爸从来不陪我买衣服。 我忽然生出一股莫名的酸涩感,冲上去抱住谢眷义说,谢谢哥哥,谢眷义的手不知道往哪儿放,最后放在我头上轻轻地拍了两下。 他的耳朵都红了,咳嗽了一声说,谢什么,都是一家人,但是我好像听见他的心脏在砰砰跳。 他眼底的温柔还没来得及藏,我没有拆穿他,而是转身招呼导购结账。 我不想告诉他,其实我的心也在砰砰直跳。 这半个月来,谢眷义一直在照顾我。 我觉得他肯定是受了我后妈的嘱托。 但是每当他对我关怀被制时,我又忍不住心动。 这时,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,不好意思,打扰了。 你二位一共消费八百万零一毛,请问是刷卡还是现金? 谢眷义说,刷卡吧,然后我就看着他找了十分钟的卡。 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 哥,你可别告诉我,你没带卡,谢眷义着急地抹了一把头上并不存在的汗,诚恳地告诉我,好像真的没带。 我,谢眷义,我真的想杀了你。 关键时刻,还是得我后妈出场。 一米七八自带强大气场的后妈爽快地刷了卡。 我和谢眷义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跟在她身后,就像是女王带了俩仆从。 后妈又戴上了她的墨镜,笑着说,好了,你俩去玩吧。 我回去搓,喝下午茶了。 我心里吐槽她道,怕是又要去搓麻将吧。 许牧,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 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,下一秒却僵直地站在原地。 我爸,她以一种极其阴沉的眼神看着我。 我有半个多月没见过我爸了。 后妈把我带回家后,一直没有提起过我爸。 家里的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他们的亲人,以至于我真的以为我就是公主。 可时间一到,我还是十二点的灰姑娘,是臭水沟的老鼠。 我没意识到我在发抖,她就站在不远处瞪着我,我怀疑她手里藏着刀。 下一秒就要砍下我。 我对我爸的恐惧早已烙印在了最深处。 没有人知道,我爸会家暴。 从我记事开始,家里就只有他喝醉酒摔东西和他咒骂的声音。 很多时候,我都会藏起来,如果不藏,下一个被伤害的就是我。 他不给我交学费,也不给我生活费,于是我只好去求那些饭馆的老板让我打工,洗碗洗到手开裂,套着厚重的玩偶服,在大街上发传单。 后妈来我们家的那一年,我爸忽然变得像个正常人了。 我的学费有了,生活费也有了,再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朝我挥拳头。 我爸甚至嘱咐我,要对新妈妈好一点,我当然要对她好一点。 如果不是后来,我爸又迷上了赌食,后妈怎么可能会走? 忽然,我的手被后妈握住了。 他站到我前面,用身躯挡着我,声音明显带着怒气。 他说,你怎么在这里? 不是给你了两百万,让你以后别再见木木吗? 后妈给了我爸两百万。 我爸吊儿郎当地向前走了几步,阴险地笑着说,你那点钱,哪够我花? 木木是我亲闺女,我带她回家,有什么问题吗? 再说,法院传票都寄到我家里来了,我凭什么不能带她走? 法院传票? 我脑子嗡嗡的,完全不知道他们二人在说什么。 什么两百万,什么法院传票? 他们俩这样,根本不像是旧日夫妻的模样。 后妈双臂还胸,冷眼看着我爸说,你有吵架的功夫,不如去找几个好律师,过几天就开庭了。 木木,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带走的。 我爸吃笑一声说,走着瞧吧。 我的亲生女儿,就凭你也想带走。 做梦,她从我身边走过,用只有我们这几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, 小贱人,跟你妈一个德行,沉默许久的谢倦一冲上来,就是一拳,揪着我爸的衣领大声吼道。 滚,我到现在才知道,后妈并不是我后妈。 她和我爸并没有离婚,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结过婚。 他们俩早就签了合同,大意就是我爸要和后妈假装夫妻,后妈给我爸两百万。 我颤抖着问,为什么要这样做? 后妈叹了口气,从包里翻出一张照片,指着上面一个人说,认得她吗? 她是你妈妈,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 你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 我一直以为她是自杀的,直到有一天,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伤疤,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腰上被烟头烫伤,留下的疤痕。 后妈说,你爸爸早就知道,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,那天他来找我要钱,开口就是五十万。 我怀疑他碰堵了,但是他死活不承认。 我很担心你,所以和他签了那个合同,也方便我过来照顾你。 后来他果然露馅了,他在赌时,怪不得我爸突然变好了。 怪不得他经常不在家,怪不得我总是觉得后妈和我爸之间怪怪的,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交易。 我爸哪有给后妈买什么护肤品,全都是演给我看的。 我爸拿着那两百万,只给我留下了学费和生活费,一直都是后妈在养着我。 后妈怜悯地摸着我的手,像是透过我看到了什么东西一样。 他说,我也是后来才知道,你爸家暴,可是你妈妈从来没跟我说过,我一直以为你们过得很好。 他肯定不是自杀,你爸爸在骗人,我的心一下子掉到谷底。 我问,我妈妈她,不是抑郁症去世的吗? 后妈斩钉截铁地说,不是,她越说越激动,从座椅上站了起来,接着说道,你妈妈是被那个畜生害死的。 肯定是。 我已经抓到那个畜生的把柄了,我要让她付出代价。 你妈妈已经去世了,我不能让那个畜生再伤害你,你就是我的女儿,谁也不能抢走你。 我紧紧地抱住了后妈,她的眼泪掉在我的衣领里,流到我的心上。 我对妈妈并没有太深的印象,因为她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去世了。 我爸不管我,在我饥寒交迫,吃不起饭的时候,也曾怨恨过妈妈为什么不多活一段时间陪着我。 现在想来,她是在痛苦和怨恨中死去的吧。 后妈说,如果,我是说如果,你爸爸她。 我打断了后妈的话,坚定地说,她不是我爸爸,再也不是了。 开庭那天,我穿上了后妈给我买的新衣服,像一个真正的公主一样,坐在旁听席上。 我爸那方死咬着我是她亲生女儿不放,后妈一直处于被动状态。 开庭到一半,后妈忽然提交了关键性证据,一段我妈的录音。 录音里,妈妈说,她打我,还要打木木,我恨她,我要带木木走,紧接着是我爸的声音。 你个臭娘妈儿,又在嘀嘀咕咕什么? 给我钱啊。 快点。 钱,妈妈喊道。 啊,别打了。 啊,录音一出,全场哗然。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,冲出了法庭。 很小的时候,我就没有母亲了,我爸说,她是得了抑郁症去世的。 从来没有人知道,阳光开朗的我有着一个多么不堪的家庭,我的身上满是被虐待的痕迹,我爸就是那个最大的恶人。 是后妈突然出现,把我从火坑里拉了出来。 我贪恋她的温暖,所以在她要离开的时候,我便不顾一切地跟她走了。 曲终唱罢,人群散去。 我爸因涉嫌故意杀人罪,被扣押着上了警车,他疯狂地朝我大喊。 许牧,我是你爸爸。 许牧。 许牧你个没良心的。 你个,我的耳朵被谢倦义捂住了。 他温柔地抵着我的额头说,别听,他带着香气的手轻轻搭在我的左肩。 紧接着另一只苍老的手也搭在了我的右肩。 我戳气着喊道,爷爷,老头子的眼里满是心疼。 他爱怜地摸摸我的头,缓缓开口道,我本来想过一段时间,再举办你的生日宴,现在看来不用等了。 那一瞬间,我从他身上真正感受到老一辈企业家的威严和魅力。 他看着后妈说,通知他们下去办。 五天后,我要全城的人都知道,我家孙女成年了。 后妈,问了句,您确定?老头子从鼻腔里轻哼了一声,说道,有什么不确定的? 我做出的决定,从来不反悔。 以后,许牧就是我唯一的孙女,任何人都别想替代。 郑雁南要给他家孙女办成年礼的事情,已经飞速传播到全市生意人家中。 在我不知道的地方,一场盛大的宴会也在悄然准备中。 后妈因为我爸的事情,天天给我买买买,似乎是想把我十八年来失去的爱全部补回来。 谢娟义也怕我伤心,公司都不去了,天天陪着我。 其实他们不用那么敏感,我确实伤心了一阵,可那也是为我妈妈感到不值。 没有人会同情一个施暴者,即使那人是我的亲生父亲。 他被警察带走的那天,我的苦难就已经结束了。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,独自去南山墓地看妈妈。 我把香水百合放在他墓前,伸出双臂须须环住他的墓碑。 我说,妈,你会原谅我的,对吗? 没有人回答我。 只有风摇摇晃晃地从我脸颊抚过,带走了我最后的泪水。 于是我不再留念,转身向山下走去。 可是耳边隐隐约约响起的,是谁曾经唱过的歌谣。 我跟着哼哼,我的宝贝,宝贝,给你一点甜甜,让你今夜都好眠。 我的小鬼,小鬼,逗逗你的眉眼,让你喜欢这世界。 我听见他说,宝贝,要幸福,收到高中同学信息的时候,我还在和谢倦一碗密室逃脱。 我被拉进了一个叫彻夜狂欢的群,刚进去就有人爱特我,许慕。 哎,他来了。 许慕,明天同学聚会,你记得来哈,明天是高中同学聚会。 可是这个群一看就不是新建的呀。 感情高中同学早就有群了,只是没有拉我进去而已。 而且,这种命令的口气让我很不爽。 另一个人也爱特我,看起来好像是在为我着想。 那人说,许慕,你不是家庭条件不好吗? 没事,你人到了就行,大不了我给你付钱。 哈哈,你哈个鬼。 群里其他人没有说话,只有他俩一唱一和的,像眼霜黄一样叽叽喳喳。 这俩人我可太有印象了,是高中最瞧不起我的人。 我冷着脸开始打字,什么时间,地点,立即有人回我,明晚八点,凯月,凯月。 这名字怎么越听越耳熟。 谢眷义还在低头研究开门的线索,我随口问他,哥,你知道凯月不? 谢眷义头也不抬地说,知道啊,我家的,天助我也。 我蹲在地上诚恳地紧握他的双手,说道,好哥哥,明天就靠你了。 晚上八点,司机把我送到凯月门口。 门口的接待把我领到包间里,一进门,我便感受到无数人的目光投在了我身上。 他们立刻焦头接耳议论起来,这是许牧。 他现在怎么这么好看了? 不是吧,他穿的名牌诶,刚才谁给我说他家境不好的? 我是诗然坐到一处空位上,开始享用晚餐。 吃饱喝足,身边突然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。 哎呀,许牧,你这是发达了,LV都穿上了。 不过我好像没见过LV有出雕毛大衣诶,哪里买的高仿啊,还挺好看的,给我们推荐推荐呗。 我随意将雕毛大衣挂到靠椅上,说道,一年不见了,江源源,你还是这么爱要链接。 没见过很正常,这是LV春季秀场款,国内官网还没发布呢,你再等几个月就好了。 哦,对了,我这个是定制款,你要一样的话,应该买不到呢,江源源气的脸都红了,口不择言道。 谁不知道你爸犯事了呀,装什么大款,真以为自己是公主啊,我还说是什么事儿呢,原来是我爸。 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,淡定地说道,咋了? 大姐,我一不考工二不考研,跟我有关系吗? 我有LV,你有吗? 我家有兰博基尼,你有吗? 我家有矿,你有吗? 江源源不屑地努努嘴说,还有矿,吹牛也要有个度吧。 你咋不说你爸是郑雁南呢? 我白手说,那不行,乱被分了。 郑雁南是我爷爷,江源源捧腹大笑,拍遮手说道, 你们听见了吗? 他说,他爷爷是郑雁南,我知道他们都在看我笑话,无所谓,爱信不信,反正等会儿有你们好看的。 一双手弱弱地举了起来,冲着我轻轻地挥动,是个女生。 他问,那个,你是不是叫许牧? 我确认自己没有见过他,那他应该就是谁带过来的女朋友。 我说,对啊,你认识我,他兴奋地小跑到我身边,惊叹地说,哇,姐姐,我终于见到你了,听我爸他们说,你要办生日宴会,但是我家没收到邀请,你可以请我去你家玩吗?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直白的女生,心生好感,爽快地答应了。 我说,可以啊,你留个电话给我,到时候我接你进去,姜媛媛又嘲讽起来了。 他说,你俩眼双黄呢? 班长,你女朋友怎么回事啊? 你不管管吗? 果然班长,皱着眉来拉他,说道,傅新宇,你坐下。 傅新宇,正开他的手,两步走到江源源面前,趴的就是一个巴掌。 目吃道,刚才我就想说,你们这对狗男女,别当着我的面眉来眼去。 姐又不是吃素的,容不下你们这两个人。 风鹏,咱们分手,哇,精彩。 我在心里拼命给傅新宇鼓掌,面上却不动声色。 我说,我还有事,你们慢慢聊吧。 江源源喊道,慢着,他的脸都被傅新宇扇肿了,本来就不好看,这下更丑。 也不知道,我到底招惹到他哪里了,都这个时候了,江源源还执意拦着我。 他说,你说,你爷爷是郑艳男。 好,你那么有钱,去把我们这个包间的账结了吧。 我被气笑了。 问他,凭什么? 他倒是理直气壮地说,你那么有钱,报销一下同学会的费用,怎么了? 说完,他还大声朝门外,喊道,服务员,结账。 服务员小跑着过来,对我说道,您好,您这一桌一共消费两万八千八,到底是在高端会所工作的,一眼就看出我穿得最好。 账单被递到我面前来,我刚要开口,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,这桌不用付了。 江源源惊喜地叫出了声,谢哥,我抬眼一看,果然是谢倦义。 怎么,江源源也认识谢倦义? 谢倦义也很意外,望着他问,你是? 江源源故作姿态地走到他旁边,扭捏的模样令人作呕。 江源源说,我妈妈是姜柯。 你记得吗?谢倦义恍然大悟道,哦,求我办事的那个,我差点没忍住笑,谢倦义的嘴巴一如既往的毒。 江源源的脸上有一丝扭曲,很快又消失不见,反而笑得艳俗不堪,他说,谢哥记得就好。 对了,你是看到我在这里,所以给我们免单的吗? 其实,也不用这样,谢倦义立即打断了他的长天大论,说道,那倒不是,我只是来接我妹妹回家。 木木,还不过来,我乖乖应了声,哦,然后,我故意把江源源从谢倦义身边挤开,我勾着谢倦义的手,冲江源源微笑道,账就不用结了,毕竟是自家产业,就当是请各位同学吃饭了。 既然我哥来接我,那我就先走了,你们慢慢玩,记得要,撤,夜,狂,欢,啊。 那次聚餐后,源源不断的人来加我,我索性换了个手机号,世界才终于清静下来。 宴会办在一个庄园里,粉玫瑰铺满了整个会场,杨洁耿在其中稍作点缀。 全家人盛装出席,后妈甚至飞到法国,去给我做了一身高定。 不得不说,有钱人的世界,确实是你想象不到的。 傅欣宇一家本来没有在受邀名单上。 听说了我在同学聚餐上的事情,后妈连夜给傅欣宇一家送去了请柬。 后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,你就应该交这样的朋友,敢爱敢恨,重点是敢反抗不公。 以后有谁欺负你,你就拿钱砸他。 反正咱们家别的没有,就是钱多,一句话听得我热血澎湃,当即就给傅欣宇和我自己买了两个最新款的包包。 全市的有钱人基本上都来了,我看到傅欣宇欢快地和我打招呼,张智慧竟然也在,他还不屑地冲我弩弩嘴。 还有江源源,不知道他是被谁带进来的,一个劲地对着这些有钱人,阿谀奉承。 可惜人家也看不上他,礼貌地点头后就离开了,只留下他一个人尴尬地站在原地。 对上我似笑非笑的眼神,江源源的脸上闪过一丝慌张,急匆匆地跑开了。 我懒得和他计较,毕竟今天这个场面,不适合清理老鼠,就随他去吧。 老头子领着我和他的老朋友们打招呼,不得不说,能和老爷子交朋友的人就是上道,二话不说,就往我身上套首饰。 一圈下来,我的脖子都中了三斤。 众人都笑呵呵的,似乎他们都是我的亲爷爷。 门外不知道是谁在吵闹,声音尖利的那场都能听见。 后妈给安保使了个眼色,只是还没等安保处理,门外的人就一身狼狈地闯了进来,冲着我怒目而视道,小兔崽子,你把你爸搞进监狱了。 你还在这儿办什么宴会? 你还不想办法救救你爸? 我认出他了,我爸的姐姐,许琴。 后妈看情况不对,皱着眉,低吼道,愣着干什么? 还不快把人赶出去。 许琴说,我看谁敢碰我,他顺势往臂上一躺,双臂一张,就赖着不走了。 这些有钱人哪里见过农村泼妇,纷纷远离他,倒是给他留出了一片不小的空间。 许琴又爬起来,双手插腰,破口大骂道,你现在发达了,不认你爸了,那我们呢? 你有想过我们吗? 你爸是我弟弟,你把他弄进监狱,让我没有亲人了,你怎么这么恶毒,这么狠心啊? 他说着说着,还抹起了泪。 我面色阴冷,反驳道,是他先伤害我妈妈的,他活该。 许琴说,你,他没想到我由言不尽,于是变换了一种哀求的语气,说道,算姑姑求你,放过你爸爸好不好。 或者,你补偿我四百万,我可是失去了一个亲人哪,我就知道,和我爸一家的人,怎么可能会有亲情这种东西存在。 到头来搞这一出闹剧,还不是为了钱。 后妈定定地看着我,眼睛里似乎是在说,我刚才教你的,最好不要让我失望。 极度的愤怒之后,我反倒冷静下来。 看着周围宾客看戏的嘴脸,爷爷和后妈考量的眼神,还有谢倦毅眼底明显的担心和鼓励,我不气返校。 转身从我的房间拿出钱包,淡淡地笑着说,你要钱,我多的是,随后,我抓了一把钞票,往空中随意一扔,红色的钞票便如同雪花一样飞舞。 许晴心痛地大喊着,别扔,别扔,我没理他,继续撒钞票,直到这片地上都铺满了红色。 我轻蔑地看着他说,你要,就拿去吧,许晴被我刺激到了,不顾一切的大吼道,你有再多钱都不是你的,你又不是他们的亲孙女,我们才是一家人。 老头子这时候发话了,他声音洪亮地说了句,现在不是了。 老头子戏看够了,他拄着拐杖走到我身边,欣慰地拍拍我的肩膀说,长大了,终于知道拿钱砸人了,我嫣然一笑,还不是跟您学的。 后妈也走上来握住我的手,带着轻快的语气说,昨天,你爸。 哦不,已经不是你爸了。 他签了断绝妇女关系书,你和他们一家人再也没有半点关联,许晴愣住了,他喊道,不可能,你骗我,后妈没理他,也许是根本懒得理。 老爷子咳嗽几声,亲了亲嗓子,郑重地举起了我的手,说道,我在此宣布,正是集团由我的孙女许慕接手,以后他就是我的唯一继承人,这下不止全场宾客哗然,连我也愣住了。 我不可思议地问,爷爷,你在说什么,可是不仅老头子笑了,后妈和谢眷义都笑了,他们三个就像商量好了一样,根本不给我半点反应的机会。 后妈说,我们想了很久,还是觉得,只有这个办法能让大家真正承认你是我们家的一员,也是为了让你知道,我们真的爱你,不是因为你妈妈,也不是可怜你。 你就是我们的家人,永远都是,你妈妈在天上知道的话,也会很高兴的吧,我的眼眶早已湿润,直直地扑进后妈的怀里,老头子和谢眷义欣慰地看着我们紧紧相拥。 我转过头,望着他们俩说,爷爷,哥哥,谢谢你们,我又回过头,看着后妈,再一次泪流满面,我说,谢谢你。 妈妈,后妈的嘴角样开了笑,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,咋又哭了呢? 别哭沐沐,今天过生日开心一点,生日快乐,我抽抽鼻子说,不是,妈,你指甲盖戳我肉了。 痛,后妈尴尬道,死孩子,不早说。 许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赶了出去,傅欣语比我还激动,高兴得又哭又笑。 谢眷义和后妈站在不远处,宠溺地看着我俩吵吵闹闹。 从前,我一直觉得我是丑小鸭,直到神仙教母的出现,让我穿上了华丽的衣裳,把我变成了十二点的灰姑娘。 可是后来,神仙教母告诉我,这些本来就是你的。 于是我在爱中生长,就变成了真正的公主。 故事的结局,小人鱼没有变成泡沫,灰姑娘也没有嫁给王子。 其实他们住进了城堡,和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。 于是在爱中生长,就是这些本来似的关系。 感谢观看